香煎味咸草,用好解释吧 大家好,我是洪秀 开了花的野菜,你还会挖来当野菜吃吗? 它开了花之后,会不会破坏它本身的营养价值呢? 今天咱们就一块儿来了解一下吧 我手里拿的这一大醋呢,是一斤开了花的这个野生季菜 但是呢,整体看起来呢,还是非常的壮硕肥美 有的人说,季菜开了花以后呢,就不能吃了 没有什么营养价值可言 大家怎么想呢?有没有吃过呢? 春天呀,有很多喜欢挖野菜的朋友呢 去寻找不同的野菜来食用 虽然说,现在呢,已经刚刚过了吃野菜的季节 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成片成片的开了花的鸡菜 如果说,把它白白的烂在地里,真的是太可惜了 有的人说,这个鸡菜开花了是不可以吃的 说是没有什么营养成分了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不然 鸡菜开了花也是可以吃的 不过呢,最好还是吃它的叶子 鸡菜呢,在出台开花之后呢 很长一段时间都可以吃 也不会出现老化、纤维化这些问题 口感上还是非常的鲜嫩的 所以说呢,非常适合食用 有的人说,鸡菜开花之后的营养价值呢 会更高 的确,这个时候呢,鸡菜呢 它的营养价值含量呢,会更高一些 保健效果呢,也会更好 另外,鸡菜呢,跟茶叶一样可以用来煮鸡蛋 鸡菜煮鸡蛋也是一种不错的保健养生的方法 今天呢,我就顺便来采挖一些这些开了花的野生鸡菜 回家给孩子们煮些鸡蛋吃 鸡菜煮鸡蛋 它有很好的和皮解热 利尿的一个食用功效 最后一点叮嘱大家 因为鸡菜呢,新凉 所以呢,一些身体体质偏寒的跑的 不适合大量食用 它呢,容易引起脾胃虚寒 你学到了吗 用这个鸡菜煮鸡蛋呢 大人小孩都特别适合吃 营养价值呢,是非常的高 而今天呢,我就采振一些 回家给孩子们煮些鸡蛋吃